欢迎收看小高 不知不觉 那个在赛场上永远不知道疲倦的小蚂蚁 丁霞已经34岁了 早在东京奥运会结束的时候 绝大部分球迷都认为 已经31岁的丁霞会淡出中国女排 甚至选择退役生子 毕竟丁霞在2023年就传出了 开始考取辽宁体育局教练员岗位的新闻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为了中国女排 丁霞竟然如此之拼 在33岁的高龄 为了提升自己 丁霞开启了刘洋 回归之后的 丁霞如愿进入了中国女排 虽然在巴黎奥运会上 丁霞并没有得到太多的上场时间 但是丁霞并不在乎这些 丁霞在乎的是 能够帮助中国女排多做一些事情 特别是中国女排 在在她们的手中走向低谷 所以丁霞希望自己能够多尽一份力 帮助中国女排早一点回到正轨 对于中国女排有着责任 对于辽宁女排 丁霞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34岁的丁霞其实可以退役了 但是在2025年 大湾区全运会就要来到的时候 丁霞选择了坚持 在新赛季即将来到的时候 丁霞也是深夜发声 对于新赛季的来到表示了憧憬 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丁霞也是官宣决定 那就是新赛季 除了自己的比赛之外 还将承担起传帮带的作用 帮助辽宁女排的年轻球员 快一点成长起来 显然丁霞的决定 一定会得到辽宁女排总经理 女排名宿王一梅的批准 众所皆知 这两年 辽宁女排加大了投入 就是想让球队重新回到正轨 回到以往女排敬旅的节奏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此前 会不惜花费重金 邀请来日本教练执教的原因 而辽宁女排如果想要返回正轨 就需要丁霞等老将的传帮带 需要这些老将的付出 辽宁女排才有机会 早日回到昔日的荣耀 值得一提的是 丁霞也是说到做到 在赛季的首秀中 在暂停的时候 丁霞也是化身为丁指导 耐心的指导年轻小将 或许因为有了这一点经历和付出 未来退役后的丁霞 有机会上任辽宁女排的主教练 届时 丁指导就将华丽丽的上线了 丁指导就将华丽丽的上线了